狂風暴雨吹彎整排樹木 海水倒灌湧入市區淹沒汽車輪胎 馬路淹成一片汪洋 台美颱風26號直撲大陸海南三沙市 永興島上的氣象人員 頂著強風豪雨施放探空氣球 差一點就被吹走 當地氣象台發布紅色預警 緊急疏散上前居民 周日早上10點40分 台美颱風登陸越南縣港 河水暴漲狂吹九級強風 大樹被連根拔起倒向馬路 同樣受台美颱風摧殘的 還有菲律賓搜救人員 下半身泡在水裡 拉線拯救快被淹沒的小貨車 當地50多萬人緊急逃往避難所 死亡人數攀升到85人 還有40億人失蹤 這是菲律賓今年經歷過最致命的風暴之一 台美過境各地一片狼藉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表示 許多地區都被洪水淹沒 救援工作還需要耗費大量心力 TVN新聞總和報導 請請多久